今天又和大家去打火鍋 最近都吃了很多次火鍋 今天吃的這間依舊非常划算 而且位置上相當方便 正正在觀塘的市中心 除了火鍋之外 還有雞煲 是一個雞煲加火鍋的放題 價格上相當划算 最便宜128元 全包價 已經可以任飲任食 先和大家說一下這間餐廳所在的位置 如果由觀塘港鐵站走過來的話 相當簡單 在觀塘站的A1出口 出到街後 看著新的大商場 漁民坊走過去 其實兩邊都可以走去 可以沿著左邊或右邊 我就沿著右邊 沿著商場 繞個圈 轉去後邊的位置 看到這個天橋位 過對面馬路 過了馬路之後 轉左 走前多一點 去到這個街口轉進去 看著這棟市政大廈 就是我今天吃東西的地方 是呀 我今天吃東西的地方 就是位於這個 瑞和街市政大廈 裡面的熟食中心 其中一間餐廳 三味震窩 在這個市政大廈 右手邊 旁邊的這個位置 坐升降機 坐升降機 就是了 當然 你也可以沿著扶手電梯 慢慢坐上 都可以 但方便的 當然是坐升降機 坐升降機 你會見到 其實很熱鬧 我就平日 晚上試過來 基本上 不同的餐廳 都坐滿人 走前少少 轉個彎 就是今天 吃東西的餐廳 三味震窩 餐廳的外觀 就是這樣 街市本身 應該沒有冷氣 但其實大部分餐廳 都加裝了冷氣 所以基本上 和有冷氣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吃的這間 當然都有冷氣 有這些膠簾 間住了餐廳 因為裡面開著冷氣 餐廳裡面的環境 就是這樣 一般熟食中心餐廳的格局 再和大家看看 火鍋放題的價錢 最便宜的 就是這個雞煲火鍋放題 128元 全包價 任飲任食 90分鐘 如果你想慢慢坐慢慢吃 都可以 228元 不限時 除了火鍋放題之外 就配了一個雞煲 可以選擇野味雞煲 麻辣雞煲 也有其他鍋底 好像是 特龍番茄鍋 秘製沙爹鍋 麻辣鍋 皮蛋芫草鍋 又或者獸氣燒鍋 另外如果想吃蠔一點 都有 就有海鮮火鍋放題 這個放題 沒有雞煲 但是就配了幾款海鮮 好像是 聖子 連鶴的帶子 鮮山蠔 大鶴的鮑魚 蜆 和海蝦 雞煲和海鮮 都是一次性的 不能再加 再加就要付錢 這個海鮮火鍋 90分鐘的話 就199元 不限時的話 就299元 天天同價 如果你選擇 不限時的話 它還會加送些東西給你 就有一份的 特級牛頸隻 一份的薄切豬腩片 另外還可以無限追加 吉列炸蝦 炸蟹鉗 加這個 雞子 和鵝腸 這些 如果你選擇不限時的話 就配給你 雞煲和海鮮的放題 都會送的 我也是 一如以往 先試一個便宜的 高級牛頸 還有電視台 另外這間餐廳 每逢大雜蟹季節 都會有大雜蟹放題 餐廳的Facebook 都已經預告了 大概10月左右 就會推出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留意一下 供應期有限 以大雜蟹放題來說 價位都算便宜 這裡的食品和飲品 除了雞煲 基本上 都是外面自助區自取的 再和大家出去看看 自助區有什麼食物的選擇 火鍋配料 放在這一大組的凍櫃 放得相當精美 看看 相當有心機 有 肥牛 豚肉片 另外還有 芝心丸 龍蝦丸 魚肉豆腐 八爪魚丸 蟹肉豆腐 黑椒牛丸 韭菜餃 香菇貢丸 蜜魚丸 魚片頭 牛丸 腸仔 粟米雞肉餃 獅子狗 芝士腸 另一邊 就有 鴨血 胡絲 午餐肉 豆腐 粟米 甘菇 山菜 娃娃菜 油蜜菜 這些類似 腐竹 蕃茄 看看圓的蕃茄 切得多漂亮 脆肉瓜 冬瓜片 還有蘿蔔片 另外還有響陵 出前一丁 烏冬 接著飲品 就是這一大組的飲品櫃 想不到選擇多豐富 有罐裝的黃羅吉 楊協成的飲品 有罐裝和合裝 另外還有一些維他 和道地的合裝飲品 然後還有多款的罐裝汽水 另外還有這些 放題店都常見的罐裝涼茶 滋裝的水都有 想不到呢 還有玻璃瓶裝的汽水 如果喜歡喝酒的話 這裏就適合了 百多元 已經包了你多款的啤酒 喝喝 而且不是那些便宜的牌子 是有家事伯 喜力 青島 阿沙爾 和南冰 如果喜歡喝酒的話 真的喝多幾罐都翻本 接著調味 就這裏 都是最基本最大腦的選擇 豉油 芫荽 蔥 辣椒 蒜 就是這裏 外面食物的選擇 大致就是這樣 不算特別豐富 但百多元來說 已經相當不錯 相當抵抗 最基本 最大腦的 都齊 而且火鍋配料 櫃的位置 我覺得 擺得真的相當不錯 只是賣相 都加了不少分 好了 開餐 首先就當然是喝一些汽水 這些玻璃瓶裝的汽水 先降溫,剛剛走過來也有點熱 我們都喝了好幾瓶,另外罐裝的也有喝 怕熱氣的話,還可以喝罐黃老吉良茶 怕肥膩的還有解茶,真的相當不錯 我們就一般啤酒,所以就沒有喝 如果喜歡喝啤酒的話,更划算 因為真是飲飲 接著先來個雞煲 我們就選了這個野味雞煲 這個就二人份 賣相不錯,幾乾身 雞的質地都不錯 味道都算不錯 真的有點野味 不過最大的缺點,大家看看有什麼特別 就是多了個雞頭 我真的沒見過雞煲放在雞頭上去 真的有少少影響吃肉 撇除了這個因素,其實雞煲是不錯的 雞的質地都算嫩滑 味道也都調教得不錯 賣相也都幾吸引,大大煲 雞的大小都不錯 雞掛了汁,煮得不錯 多均勻 我們基本上都差不多清光了 吃完雞煲,再加湯,開始打火鍋 基本上可以拿的火鍋配料 我們都有拿的 逐樣來吧 最主打的當然是這個肥牛 肥牛的賣相就是這樣 我見外面的櫃,有些就偏肥 有些就瘦些 我就喜歡吃些瘦些 所以頭轉就拿了些瘦些 賣相就是這樣 肥牛相對都比較厚 有些質感 肥瘦比例也都適中 尤其是我拿的這些 偏瘦些些 不錯的,口感幾好 肉質都可以 當然一定不是高級貴價的肥牛 但是呢,絕對吃得過 都算不錯的 再跟著呢,就有個豚肉片 這個呢,都不錯 就有些偏瘦的豚肉 肉質呢,都算可以 如果鹽些肥牛肥的話呢 吃一下豬肉 都不錯 大大塊,不錯的 跟著其他的丸 各款的丸呢 整體都不錯 芝心丸呢 充滿芝心啊 正 龍蝦丸就正常 跟著的魚肉豆腐 烤肉豆腐呢 都可以 個黑椒牛丸呢 質地都不錯 少少黑椒味 跟著的蜜丸和八爪魚丸呢 都不錯 另外還有牛丸 香菇貢丸 都不錯 魚片頭呢 正常的 蟹粉丸都不錯 比較推介的呢 就是這個韭菜餃 和這個粟米雞肉餃 就是這個賣相 都已經不錯了 挺飽滿 錄完之後呢 也都不錯 餡料粥 質感不錯 味都不錯 大大隻啊 另外就還有些獅子狗 芝士腸和腸仔 都可以的 這個鴨血呢 不腥的都算滑 可以的 護絲就正常 午餐肉呢 大大片 都算厚切都不錯 豆腐就正常 響鈴都不錯的 都有些合裝的響鈴 因為這個盒子還在這裡 蘇米都挺甜 金菇都可以 菜都算新鮮 賣相也挺帥 這個腐竹呢 都可以 番茄呢 不錯的 另外幾款的瓜類呢 都不錯 蘿蔔都不錯 脆肉瓜就正常 新鮮的 整體火鍋配料的水平呢 以這個價位來說呢 都算不錯的了 百多元已經給你任吃 正啊 如果不吃雞煲的話呢 就會有些試鮮少少的湯底 如果好像我這樣 吃雞煲的話呢 就這樣加回這隻湯底 這樣就沒有材料在裡面了 最後呢 就錄多一個烏冬 那些普通的包裝烏冬 烏冬呢 看不到什麼牌子了 但都挺滑 配上牛肉丸來吃呢 做個結尾 相當不錯呀 那些火鍋配料呢 就自己拿一盒自己鉗 我們呢 都鉗了好幾碟 看一下 碟碟呢 都不錯 都挺帥仔 這碟就 豬蛋牛 這碟就些瓜瓜菜菜 這碟呢 就多些丸 那麽賣單 每位128元 實價 無加一 無雜費 兩位就256元 以今天吃到的東西來講 相當不錯 相當超值呀 雖然餐廳的位置呢 就在熟食中心 但整體呢 環境都算幾好的 餐廳本身呢 有冷氣 擺放食物的位置呢 都乾淨其理 啊 再看一件事呢 我們吃完酒那一下呢 落到樓下 基本上周邊的店舖都關掉 相對會感覺靜少少 那麽大家要注意一下 整體滿意的 都幾推介大家來試一下 下次再同大家試吃過其他東西啦 拜拜 拜拜